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L1是這個方程式的圖形 L2是這個方程式的圖形 他要你求這兩個圖形 它的焦點的坐標 首先我們把這個圖稍微畫一下 我可以把2除過來 2除過來以後就是x 除以1加上2y等於1 你把x帶領的話 y就等於2 你x帶領的話 y就等於2 你把y帶領的話 x等於1 這個y 所以這一條線的話 就是L1 另外這個 一分之這個 所以你把x帶領的話 你把x帶領的話 y等於1 就是你可以寫的這樣子 1分的x 加上 負1分的y 等於1 你把x帶領的話 y等於1 就在這裡 y的話 就是負1 這一點 好 那你把y帶領的話 x等於1 y帶領 x等於1 所以的話 是這樣子 所以它的焦點的話 上面就是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就是1 0 從圖 馬上就會看出來 你也可以用解的 把它解出來 2x 加y 等於2 x 減y 等於1 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的話 就是3x 等於3 那x的話 就等於1 那x等於1的話 1帶進去 y就等於0 y就等於0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焦點 10 它的焦點 這是因為剛剛好 剛剛好 一畫就畫出來了 所以剛剛好 用畫的 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它的那個焦點呢 就是10 它的焦點就是10 不過呢 並不是所有的題目 都剛剛好 一畫就馬上 把答案畫出來 通常還是要解